若开军,就是缅甸若开帮的民族武装,他们的总司令是通米能,一位左右逢源,善于结交朋友的领军人物,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为什么说他左右逢源呢?因为他在缅甸所有的民族武装里面,就没有什么敌人,跟谁都能搞好关系,谁有需要,他都会伸出援手,提供帮助。 最近,他在接受米国之音的采访时,强调,若开帮要获得与缅甸联邦同等政治地位,什么是同,等政治地位,就是缅甸能行使的权利,他们也要有。 比如,有自己的制度,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行政部门,有自己的社会福利,这句话,变相来理解,他是不是想建一个国中国,或者干脆建立一个国,若开军有没有这个能力实现愿望? 我看有,原因大致有三,条,一,若开军除了缅军之外,其他民地无关系,处得好,关系处得好,在关键时刻,不仅能得到人员的帮助,还能得到装备,以及后勤方面的帮助,光说,他会搞关系,有没有具体事件呢? 当然有,下面就以最近发生的事来举几个例子。 一,去年1027行动中,若开军,同盟军,德昂军组成缅北三兄弟联盟,打得漂亮,取得不错的战绩,这其中就有一份若开军的功劳,但是若开军制不在缅北,他只管帮忙,无意争夺缅北的地盘,你说这样的队友,谁不喜欢,战后德昂军与果敢同盟军,为了跪盖线的地盘,闹矛盾,差点动手。 若开军通米能还过来调解,让他们不要伤了兄弟情义,今年3月7日,客亲帮的客亲独立军发起了0307行动,意在像果敢同盟军1027行动一样,赶走客亲帮地盘上的缅军。 这个0307行动,若开军也有参加,客亲独立军,若开军,人民保卫军组成三军联盟,打了快三个月了,取得不错的战果。 3.瓦帮今年建军35周年庆典,若开军通米能亲自参加,平时没有什么重大活动,也会偶尔,拜访。 瓦帮是没有战士,如果有,估计若开军,也会加入帮忙。 同时,若开军与缅军交火,需要大量的武器,而瓦帮有自己的兵工厂,这就是搞关系的好手。 通米能的这些朋友们,有没有在暗中帮他打缅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要帮也是暗中相助,也不会直接撕破脸,摆到台面上来帮忙。 2.若开军天然的地理优势,若开军位于缅甸西部,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这些优势对地区的发展和战略地位都有重要影响。 1.海岸线 若开军拥有较长的海岸线,面向孟加拉湾,这为渔业,海洋资源开发,海上运输和潜在的旅游业,提供了天然条件。 2.战略位置 若开军靠近孟加拉国和印度的东北部,这使得它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东南亚与南亚的重要通道。 3.交通要道 若开邦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尤其是海上航线,对于区域贸易和运输具有重要作用。 4.重要港口 印度投资的石队港 龙哥投资的角漂港 这两个港口太重要了,分别是两个大国投资。 每年可从中获取的利润,是个天文数字。 3.若开军的军事实力强大 若开军是在缅北成立的 当时只有27人,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发展到3万人。 通米能确实有过人之处,若开军现在大部分地盘都被他们占据。 缅昂来准备在若开邦的首辅石队阵,打一场阻击战,他在这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如果若开邦的首辅也丢了,那基本代表若开邦全线崩溃了。 但是,这只是迟早的事,若开军现在的实力强悍,缅军不能敌,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若开军总司令通米能。 充满了信心,他要求与缅甸联邦获得同等政治地位,绝不是信口开河。 瓦邦其实就是一个国中国,他与缅甸联邦有相同的政治地位。 缅甸军政府有的,瓦邦都有。 若开军目前,应该不会急于脱离缅甸,先搞成国中国,像瓦邦一样实现高度自治。 如果有其他,目标,可徐徐徒之,若开邦民帝五。 在缅甸西部的若开邦,从去年11月开始,若开邦的民帝五若开军, 阿拉杆军对邦内的缅军展开攻势,截止现在占领了若开邦的大部分区域。 照这种趋势下去,不久就会占领若开邦全境。 前几天有国际人权组织观察者表示,若开军在攻打布迪当镇的时候, 对居住的罗兴亚人进行了屠杀,缅甸国内近200家社会组织都对若开军进行了谴责, 但若开军总司令通米能却否认了这一说法,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若开邦的缴飘项目。 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破解马六甲海峡困局这一世纪难题和扩大在印度洋区域影响力等方方面面, 缅军和若开军都承诺维护外国人的投资,打归打,谁打赢生意还是照做。 两者或者可以坐下再谈一局,和平相处,但这种可能性不大,若开军要的是若开邦, 如果缅军撤离若开邦,若开军也会撤离在缅甸各地参战的若开军,若开军在缅甸各地加大筹码, 就是想单独控制若开邦,缅甸的反政府民地五都有西方国家的支持,若开军也不例外。 西方国家表面是协助缅甸人建立民主联邦,其实这只是一个幌子,西方国家在缅甸是哪个武装组织若就支持谁, 现在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若小,就支持他们,这不是什么同情心和正义感,实质是要保持缅甸的乱局, 哪天缅军不行了,说不定又资助一下缅军,继续打下去,继续闹腾,这次若开军受到西方世界的批评, 可能是若开军在缅甸帮的攻势太快了,一直受国际人全组关注的罗兴亚人在缅甸帮的势力也不可小视, 罗兴亚救世军加入缅甸, 大大阻碍若开军的攻势,若开军搞定缅军后,很可能像国杆同盟军管理国杆一样,管理若开, 那西方国家想阻挡大国的中缅经济走廊的计划将很可能落空, 所以缅军在若开帮不能输,西方国家很可能会约束若开军, 无休止的争斗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 缅甸若开帮的政府军与若开军的战事愈演愈烈, 当年为逃避缅军镇压而逃至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 如今却被一些罗兴亚武装组织抢征入伍, 协助缅军对抗若开军,在孟加拉的若开罗兴亚整救军。 罗兴亚人团结机构等武装组织声称, 罗兴亚人必须与昔日敌人缅甸政府军结盟, 以应对新的威胁,保卫罗兴亚村庄。 罗兴亚人团结机构负责人郭格林告诉法新社, 若开军屠杀了若开帮的罗兴亚人, 目的是要消灭罗兴亚人, 所以我们定期招募罗兴亚人, 对他们展开军事训练。 强行招募或绑架, 儿童也被迫参战, 不过,那些被征召当兵者的家人说, 他们是被迫参战, 难民被供说, 他15岁的儿子被武装组织成员从家中带走, 他们威胁我们, 说这是我们的信仰之战。 我不想儿子上战场, 但我们的处境很危险。 总部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资深顾问基恩指出, 年仅14岁的罗兴亚儿童也被迫参战, 但也有少数罗兴亚人是在缅军政府承诺给他们工资, 甚至是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后, 自愿签约参战, 一名要求匿名的男子透露, 他20岁的儿子也被强行带走, 并送往边境参战, 我的儿子是被强行招募, 每天都有人被抓走。 他说, 缅军政府代表最初告诉他们, 这些新兵接受训练是为了保卫罗兴亚村庄, 但他们后来却被派上战场, 军政府从一开始就撒谎。 在克钦军的支持下, 若开军迅速壮大, 从最初的27人发展到数千人, 同时, 若开人纷纷加入若开军, 使其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支庞大的力量。 2009年, 若开军首次在缅北与缅军和克钦军并肩作战, 展现出不俗的战斗力, 在克钦军的鼓励下。 克钦独立军, 国敢同盟军, 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若开军, 共同成立了缅北联合阵线, 形成了三兄弟同盟军的雏形。 若开军的总司令通米亚良, 与同盟军军总司令彭德仁, 德昂军总司令塔孟爵, 成为这个联合阵线的主要领导人。 若开军的初创时期, 正值缅甸发生四大家族, 驱逐彭加生的巴巴事件。 当时, 彭加生未表示友好, 向若开军送上了100支步枪和两具火箭筒的后礼, 通米能对此深感感动, 甚至在彭加生病逝时专程前往调研。 此举巩固了若开军与其他兄弟同盟军的关系, 使其在政治和军事上得到更多支持。 2011年, 若开军在与缅军和克钦军的战斗中出路锋芒, 展示了不可忽视的实力。 2014年, 若开军决定返回若开帮, 开始了脱缅的战斗。 这是影返回若开军的战斗。 充满的战斗。